另外来看到银色夫妻党欧阳龙 还有傅娟的宝贝女儿 13岁的欧阳娜娜真的好厉害哦 最近她考上了录取率只有4%的 美国寇蒂斯音乐学院 哇 台风夜这一天呢 妮妮是有妈妈傅娟陪同 搭飞机要去美国读书了 要去当知名钢琴家朗朗的学妹哦 不过爸爸欧阳龙没有到机场送机 因为他真的很怕宝贝女儿要出国 他会当草泪崩 这种人伤感吧 对不对 这个现在来说哭好像有点拍谁 才13岁的小小年纪已经是大提琴手 不久之前才登上国家音乐厅演奏 非常争气的她 公费考上美国前五大的Decose音乐学院 能够考上我想也是凭她的努力吧 当然上天也很眷顾她 娜娜从小都是跟我 大部分时间很小的时候 都是跟我睡在我旁边 13年来女儿都没有离开过欧阳龙 这次至少得去八年 看二女儿对大提琴的坚持 欧阳龙夫妻俩再怎么不舍 也要支持她 让她圆梦 昨天新闻 李嘉欣阿博士台北采访报道 一等问五 优优犯